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云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 那么今天这集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标志着日本完全进入到幕府时代的三代大将军 德川加光 经过德川加康和德川秀忠两个人的努力 江户时代幕府的局势逐渐的稳定下来 有可能威胁到德川幕府统治的不稳定因素 也渐渐的被清除 那么到了德川秀忠的儿子 也就是三代将军德川加光统治时期 德川幕府对日本的控制力再次得到了加强 也彻底结束了混乱的局面 这个时期呢就被称之为加光之治 也是在这个时期 幕藩体制得到了彻底的完善和巩固 不过德川加光虽然稳定了幕府的统治 但他也推行了很多给日本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政策 作为突出的就是闭关锁国 公元1604年 德川加康的第三个儿子 也就是二代将军德川秀忠 迎来了他嫡长子的诞生 虽然在此之前 德川秀忠还有一个长子长松丸 但诞生后不久就夭折了 而且呢他也不是第一长子 而是数长子 那么所以这个第一长子在诞生之日起 就受到了德川加康的深度关注 按照当时日本的传统习惯 刚刚诞生的婴儿是没有正式名字的 要到成年之后举行原斧礼的时候 才可以拥有真正的名字 在此之前只可以使用小名 也是乳名 那么德川秀忠夭折的长子长松丸 这也是乳名 那么德川加康为了表示 对这个孙子的喜爱 特地把自己小时候 所使用的小名朱千代 赐给了这个孩子 并且明确地表示出 要立朱千代为第三代争议大将军 但是即便德川加康 对其十分的喜爱 但是德川秀忠和他的夫人 对这个孩子却十分的冷淡 这主要是因为 当他母亲大玉台 生他的时候并不顺产 所以呢 受了一些罪 再加上 竹千代生出来的时候 皮肤又黑 从小体弱多病 而且呢 会说话也比较晚 所以呢 就不知道他的父母喜欢 而且呢 在他出生之后 也被迫和他的父母分开 有奶妈喂养 所以他和父母之间的亲情 也非常的淡薄 不过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他出生两年之后 也就是1606年 他的弟弟国千代出生 那么国千代从小就长得漂亮 聪明伶俐 而且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 自然就受到了德川秀忠夫妇的喜爱 那么德川秀忠身边的很多人 都认为将来继承将军位置的 一定会是国千代 这个世界上 阿谀奉承的人总是占大多数 所以呢 越来越多的人 就争相恐后的赞美着国千代 这是导致逐千代越来越孤僻 甚至有一次逐千代拔出了佩刀 想要自杀 幸亏他的奶妈阿福手快 及时把佩刀夺了下来 这个奶妈阿福 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春日菊 春日菊本名翟腾福 他的父亲呢 是明治光秀的家臣翟腾立三 母亲是道爷一铁的女儿 那么翟腾立三 跟随着他的主君明治光秀 发动了本能寺之变 将知田信长逼死在了本能寺 后来呢 山西合战 明治君战败 翟腾立三被抓了之后 遭到处死 那么春日菊实际就是罪人的家属 那他的母亲就带着他们 投奔在京都的舅舅 三条西公国家中 正因为如此 那么春日菊在成长的过程中 就有机会学到了 公家文化的书道 歌道 香道 这些才艺 那么之后呢 他又以道爷一铁之子 道爷仲通 养女的身份 嫁给了仲通的义子 丧妻的道爷正成 作为第二任正使 但是别看春日菊多才多艺 可是他长得并不漂亮 因为他小时候出过水痘 搞成了一个麻子脸 所以他的丈夫并不喜欢他 纳了好几个小妾 那么当春日菊生下一个儿子 刚出月子的时候 就看见小妾在勾引他老公 所以他非常的生气 就把那个小妾给打死了 事情纳了有点大 春日菊只好扔下了 出生才一个月的儿子 躲回了自己的娘家 那么他在娘家的时候 正好赶上竹签代出生 将军府里公开的招聘奶妈 春日菊刚刚生了儿子 奶水甚足 又不用为自己的亲儿子 所以就前去应征 她是五家之女 出身尊贵 虽然富有命案 但那个时代 正妻杀妾没什么大不了的 再加上春日菊 久受公家文化的熏陶 将军府就看上了春日菊 把他聘做了奶妈 春日菊看见竹签代的时候 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所以呢 就用疼爱自己儿子的热情 来照顾竹签代 那么当竹签代受到冷遇 继承人地位不保的时候 春日菊非常的担心 那怎么办呢 他决定去拜访德山家康 他到了宾松城 求见德山家康 就把秀忠夫妇 想要费掌利诱的事情 跟家康说了一遍 德山家康听完之后大怒 说这件事我知道了 但这不是你一个下人 应该过问的 脑子之下 德山家康把手中的扇子折断 拽向了春日菊 春日菊深通人情世故 他一眼看出来 家康的愤怒并不是针对自己的 而是因为秀忠 想要费掌利诱引起的 所以趁日菊达到了他的目的 心满意足的回到了江湖城 几天之后 德山家康以狩猎路过的理由 来到了江湖城 他把孙子竹千代叫过来坐下 那么另外一个孙子国千代 也想挤到爷爷的另一边坐 德山家康摆手制止 说这个位子是大将军坐的 你将来要坐你哥哥的陈属 不能坐在这里 秀忠夫妇听到德山家康这番话 脸色铁青 因为他们知道德山家康这次来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隔代的指定接班人 德山家的群臣知道了德山家康的意思之后 立刻就转换了风向 开始去奉承竹千代和春日菊 春日菊这个时候就成了将军内功的主宰者 人人都来巴结他 春日菊活到65岁的时候得到了重病 但是始终不肯服药 因为呢 早年德山家康患病出诊的时候 春日菊曾经向神灵祈祷 说如果家康服药能够病好的话 自己将终身不服药 由此可见 春日菊对德山家康虽然不是母子 但是圣死母子的那份亲情 就是春日菊死的时候 德山家康哭的是非常痛苦 就是这样德山家康在春日菊的帮助下 保住了自己将军继承人的位置 1623年德山秀忠决定善位给德山家康 而他自己则效仿德山家康退居幕后 同一年两个人一起前往京都念念天皇 在得到了天皇的允许之后 在江户城举行了盛大的继位仪式 自此德山家康就成为了德川幕府 第三任争议大将军 这个时候他才年仅20岁 那么即便德山家康已经成为了 全日本最具有权势的人 但他仍然对儿时受到了凌辱耿耿于怀 他把这份仇恨就施加在了他自己的亲弟弟 德川忠常就是之前的国前代的身上 在平日里礼政和义事活动中 德川家康有意的阻止德川忠常 参与其中 1626年 德川忠常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开始崩溃 他坐下让整个德川家 都感到万分耻辱的恶行 他不仅在神社内屠杀动物 还杀害了孕妇 取出其中的胎儿 他还借助自己郡府城主的身份 欺凌治下了百姓 使郡和的社会秩序日益混乱起来 德川家康得知之后 立刻将其逮捕并囚禁 考虑到忠常的身份 并没有把他下狱 而是把他软禁在了贾府 还同意他和自己的家臣相见 但是德川忠常 并没有因此而收敛 反而做出了随意斩杀臣下的恶劣行径 最后忍无可忍的德川家康 命令德川忠常切腹自尽 这也除去了他的心头大患 1632年 德川秀忠去世 德川家康获得了全部的权力 成为了一个真正手握大权的幕府将军 不久之后 他开始强化中央集权 意图巩固将军地位的同时 扩大权力的范围 他先是完善了幕府内部的行政体系 构建了一个严密 并且能够有效运行的行政机器 然而又明确的宣布 自此幕府权力的所有者是幕府将军 幕府将军的地位因此而达到了巅峰 1935年 德川家康修订了五家诸法度 对诸侯施加了参行交代为义务的规定 到了家康的时代 曾经和幕府敌对的外样大名 或者被剿灭 或者已经表示完全的臣服 曾经桥不群的京都朝廷的这些公卿们 也已经俯首贴耳 而幕府颁布的诸中法令 也使得五十集团内部的等级秩序 变得更加的稳固 义务也更加的明确 这标志着幕府将军 已经取得了全日本的统治大权 成为了日本实际上的君主 那德川家康 他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点 是去除了大狱所这个位置 大狱所就是太上皇 德川家康 德川秀忠都当过大狱所 那么德川家康通过体制改革 就去除了这个位置 这就避免了之后的幕府将军 还会受到太上皇的制约 那么在家康时期 物凡体制也基本成型 它的基本结构是 在中央设立即将军之后 最高的职位 称之为大佬 但是这个职位 只有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 才临时增设 平时处理政务的职务 叫做老中 老中之下 在设有四社奉行 统领全国的四社 江户奉行 处理江户的政务 勘定奉行 治理幕府直辖领地 和掌管财政 另外还设有大幕府 负责调查大明的行踪等 起到耳目的作用 地方上 在京都设有四代 负责警备和幕府与朝廷的交涉 并且监视西部 包括中国四国九州的大明 在大阪设有成代 负责大阪的警备工作 同时呢 在京都等地 还设有听奉行 在幕府的直辖地区 设有俊贷或者贷官 负责年贡等征收 那么给予幕府体制支撑的 是钦番普代大明 早山家族直属的家臣 称之为直参 其中可以允许 直接面见将军的 称之为齐本 齐本需要发誓 对幕府将军的绝对忠诚 幕府的经济实力 是相当富有的 占全国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还享有铸造货币的特权 他对直辖地的统治 也相当彻底 但是对于地方大明的领地 不做过多的干预 因此呢 地方大明的领地 几乎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当然这些大明 也同样要宣誓 对幕府的绝对忠诚 战时有出征作战的义务 在武家诸法度的制约下 这些大明 又将领地分赐给武士 并让得到土地的武士 忠于自己 利用他们去管理农民和商人 德川家光所确立的幕藩体制 他的目的是 希望维持整个日本的和平 控制公家 也就是朝廷 大明 四社和平民百姓 使得社会安定 他为了削弱各大明 对幕府的威胁 还制定了参勤交代制度 也就是说 隔年召见大明到江湖来 每年四月开始 逗留一年 第二年再回到领地任职 让他的妻子和儿女 常住在江户做人质 往返的费用 不仅使大明财力受损 又因为妻儿在江户做人质 使他们无法反抗幕府的压制 这种制度的确立 不仅使大明陷于困境 同时也发达了日本全国的交通 繁荣产业 使得各藩之间的文化 得以交流和沟通 那么德川家康认为 他的祖父 德川家康的精神 对加强幕府的统治和安定社会 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他不惜聚资 来改建祭祀 他祖父灵魂的日光东照宫 德川家康还非常喜欢剑术 他向当时的剑道大师 柳生宗具求教 而柳生宗具 也成为德川家康身边的红人 而柳生氏 也成为日本的剑道名家 虽然德川家康 使得德川幕府的统治得以加固 并且强化了中央集权 但是他也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策 其中最为突出的 并且对日本影响最为深远的 就是闭关锁国 实际上 早在德川秀忠时期 所颁布的缘和令中 就已经明确提出 禁止日本人和外国人有所接触 当时德川秀忠 是为了避免地方大明 和外国的势力相勾结 进而颠覆幕府 所以才写下了这道禁令 但是德川家康在他父亲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将闭关锁国的政策 落实到了全日本 不仅是为了打压日本各地的大明 也是为了束缚 日本百姓的思想和眼界 避免先进的文化和科技传入日本 从而影响到幕府的专制统治 不仅如此 他还对从海陆传来的基督教文化 执行了高压打击的政策 早在1624年 德川家康就以幕府将军的身份 断绝了和海外各国的外交关系 而这个时候的大清 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 所以两国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外交关系 只有少量的民间贸易的往来 德川家康严厉的禁止天主教 在日本的传播 他认为这会影响到幕府将军的统治 他选择了儒雪 来稳定日本的社会秩序 所以从德川家康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身处在日本的天主教势力 基本上被清除殆尽 天主教在日本的发展和传播 就此停止了 德川家康 他巩固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地位 也维护了幕府的权威 为以后的德川幕府统治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651年 德川家康在江湖城内病逝 享年是47岁 由于他生前交代过 此后要葬在他最尊敬的祖父 德川家康的身边 要守护着祖父 生生世世 所以呢 将他安葬在了日光山 伦王寺 估计德川家康 在九泉之下 见到他的祖父 德川家康 也可以自豪地说 他没有辜负 他的祖父 家康对他的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